那同样是杀生 那么来论断 罪的千根重是怎么样来论断的呢 港话历史会答 业接近成佛的 杀他 你的罪业重 比如说你杀死一只蚂蚁 那就 罪轻啊 你杀死一只猴子 这罪就比较重啊 是不是 这猴子在转世成人 或者猴子智商比较高 那么如果你杀一个人 就是重罪了 如果你杀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这个罪就更重 这个罪就更重了 他受菩萨界 他发菩提心 你杀了他 他要准备成佛的啊 是不是 好 再来 你杀了一个居士 就可不得了 这个居士啊 已经精精在修行 你杀了他 好 就罪就更重 再来 如果你杀了法师 这可不得了 他信比丘相 他已经比丘相 就是佛相了 那你杀了 师父 红法的大法师 哦 你麻烦大了 是不是 这个罪就 越来越重要 看你怎么论断的 这用 臣佛 为中心主导 来判断杀生的罪 清跟重 清跟重的 所以 有重罪 有轻罪 比如说你杀人 就是重罪 杀了畜生 鬼神 那么 这个叫做清罪 杀父 杀母 杀和尚 杀阿斯利 这个叫做逆罪 那还有一种呢 杀佛 杀阿罗汉 杀大和尚 恩施 还不但逆罪 后面还加一句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这个不能忏悔的 你看看了 所以 佛陀在戒律学里面 分这个杀戒 很非常非常的维系 非常的维系的 如果研究过绿学 就知道 因此 底下是 有一个基师 讲经说法 他是这样讲的 有一次我在逢甲大学 基师在讲说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还没有办法吃素 要吃肉 记得 吃 大家分的最比较轻 说什么大家分的 听不懂 譬如说 吃牛肉 一只牛好多人吃 最比较轻 那时候在家基师 我不会回答这个话 他说 你吃一只鸡 一只鸡一个人吃 一条生命 这个基师讲的 当时我听起来 就是怪怪的 怎么会这样讲 他说 你要吃吗 吃猪肉 反正一百个人 才吃一只猪 或者一千个人 最比较轻 后来 我去翻了律葬 全部都查 那时候出家了 去翻律葬 你在家基师 不能看 一直翻 答案四个字 查五五十句 乱讲 哪这样讲法的 没有这样讲法的 所以说 我们就一个观念 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杀生 纵然你还没有办法吃醋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还没有办法吃醋 起惭愧心 借重他的能量 来修行 功德回向给他 所以说 这是一个善巧方便 那么 大圣跟小圣 思想差很多 在大圣讲 食肉得无量罪 畜生无矣 有的人看到这一段 就说 是不是那 泰国 缅甸 这些越南 小圣 西藏的喇嘛 我看都吃牛排 也没有在吃素 那这怎么办呢 佛这样讲 通通骂道 这一些 日本的和尚也不吃素 那怎么办 我就跟他讲 大小圣的思想 差异很大 能言经 是要究竟成佛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得特别的严格 特别的严格 那么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辽国 这一些 所谓小圣的国家 毕竟是属于恶圣能 修世地 四念处 十二阴言 等等 那么 佛并没有讲得这么严重 大部分 佛讲到这个 断杀 不吃肉的 讲得 最严重的 就是能切经 不准开眼 能切经就讲得 那就是 对实地菩萨 大会菩萨讲的 所以佛陀 在对每一部 每一个众生的 这个因缘 根气不一样 那么大小圣 讲得 轻重也不太一样 如果按照大圣经典讲的 那吃肉的通通是磨 那你去泰国去看看 所有比丘通通是磨 所以这个 要了解 佛陀的用心良苦 时空不同 不可同日而已 三十六页 第五节 鬼弃之因果 一 鬼弃之因 二 十类 鬼弃 鬼弃之暴 一 怪鬼 怪鬼就是从地 贪欠习义之暴 在地一受苦以后 变成鬼 这个鬼的怪鬼 就是贪腹在草木 所以你到山上去 森林 草木去 要上个厕所 记得要先三坦纸 为什么 请那些草的鬼 树的鬼 先离开一下 我要在这里尿尿 但是你不小心 撒到坟墓 就很麻烦 会很麻烦的 所以说 我们出家在家 到山上去旅游 要上厕所 三坦纸 就是说 我要方便一下 不要一起 回来 你会发言的 稍微讲一下 说我要方便一下 请你们走开 你给他撒得满身 你会很麻烦的 再来 第二叫做拔鬼 我们称为女妖 就是在第一 受迎习之暴以后 叫做拔鬼 就是女妖 第三叫做魅鬼 狂习之暴 在第一受狂习之暴以后 投胎成魅鬼 比如说我们讲 狐狸精 鸡精 蛇 或者俗精 常常讲狐狸精 就是这个魅鬼 第四叫做 古独鬼 这个古独鬼 就是成魂心 你看 在第一受到 成魂之暴以后 还不能聊 还起来鬼报 这鬼报 古独鬼 古独鬼是什么 比如说蜈蜈蜈蜘蛛 这个就是古独 这是鬼本身有毒 第五叫厉鬼 传播 瘟疫的 叫做厉鬼 叫做怨习之暴 如果你心中常常怨恨 那么重大的怨恨 你会先下第一受暴 然后变成鬼 叫做厉鬼 散播瘟疫的鬼 叫做厉鬼 第六叫做慢喜 傲慢 下地以后 来投胎 什么东西都吃不到 叫做恶鬼 恶鬼就是欲气成形 恨到那个气 就变成自己的形状 促气而饱 所以这个恶鬼 找不到东西吃 那个水一拿来 变成浓血 喝不到 在今天有这样讲的 我们看了 这是水 对不对 喝一口 如果恶鬼到来看 这一杯水 它是浓血 恶臭的浓血 因为果报不一样 看的也不一样 你不相信吗 好 你这杯水 我们看一点点 对不对 可以喝 你抓一只蚂蚁 你抓一只蚂蚁 你把它放下去 它会说 谁帮我放到一个大湖里面 放到日夜坎 因为这个对一只蚂蚁来讲 就很大了 对不对 同样一杯水 因为果报不一样 看的就完全不一样 好 叫做恶鬼 再来第七的 叫做狂喜之报 以后 在地受苦了 怎么样 叫做厌鬼 信喜暗昧 一忧暗之气成形 晚上啊 你睡觉的时候啊 一直跟你压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有啊 我在念冯甲大学的时候啊 大一听到了佛法 很高兴啊 我那时候不知道说 在家居士 不能带念珠啊 我们那边啊 闹鬼 大一的时候啊 闹鬼 晚上来的时候 压到这个地方 都不能喘气啊 不能喘气 后来 我去买一条夜光珠 夜光珠啊 就把它晚上睡觉的时候 带起来 我们同学都笑我 看起来像得道高僧 又剔个光头 戴起来 晚上睡觉 就真的 这厌昧鬼又来了 又来了 他看我这里 在那个念珠啊 念珠的上面 里面有西方三圣啊 这里没有压 结果怎么样呢 他的手啊 慢慢慢慢 往肚子这边 这边没有念珠 这边 往这边肚子咬 哇糟糕 这边没念珠 我明天买一条大条的 没办法 所以这个我相信了 厌鬼 第八 叫做亡粮 台语叫做摩西纳 这个是山川之神 日夜之精华 叫做见习之报 比如说到山啊 川啊 那么这个就是 鬼神之类的了 是山川之神 日夜之精华 是亡粮鬼 那么地球叫做义食鬼 义食鬼 专门给人家服务的 去的 那么 类似我们 中国人讲的养小鬼 养小鬼啊 就是这个 专门给人家猜浅的 叫乍习之报 下地 乍习之报以后 受义食鬼 第十叫做传诵鬼 传诵鬼 叫做送习之报 专门喜欢上法院的 传诉诵的 那么 比如说 基童啊 神灵附身啊 开沙盘啊 降坛啊 传诵嘛 因为人没有办法跟鬼 灵界讲话嘛 要透过基童啊 等等 鬼就附身了 传达灵界的信息啊 叫做传诵鬼 将基童啊 神灵附身啊 开沙盘啊 降坛啊 等等 第三 结疑 叫做妄业所言啊 也是妄业所遭感的 第六节 畜生去之因果 一 畜生去之因 二 十类畜生 畜生业之报 一 消略 消略是怪鬼的后报 在嫩言经讲的 鬼到受报以后 还没办法 一下子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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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胎成人 还得 转 转 做畜生 做畜生 啊 那么 消略 这个消略是一种鸟啦 是一种鸟啦 那么 长大以后呢 儿子会吃母亲 子食其母 消略 第二 旧略 旧略就是我们所讲的营兽 哎 比如说 乌鸦啦 或者是 种猪啦 专门给人家配种用的啦 狗啦 这旧类 就属于一种 就是营兽啊 好营之兽类啊 三十八页 第三 叫做狐类 狐类是 魅鬼的后报 魅鬼受暴以后 投胎成狐狸类 第四 叫做 独类 就是 孤独鬼的后报 那么这是 称习啊 称恨的习性啊 所以你看看啊 这多可怕啊 从地狱受暴来 变成鬼啊 鬼受暴来 还得变虫 变虫啊 嗔恨心啊 不可有啊 第五 叫做 回类 回类就是 蠕动的啊 人体肠子里面 回虫啊 这是 厉鬼之后报 这个就是 厌习 厌恨的习气了 那么第六 叫做 食类 这个食类 就比较容易了解 就被人吃了 譬如说 猪啊 牛啊 羊啊 鸡啊 鸭啊 这个食类 是由哪来的 国报呢 叫恶鬼的后报 这个恶鬼 就是慢洗 所以这个傲慢 将来就会被吃 傲慢的习气啊 不粗掉啊 将来就会变鸡啊 被人家吃 你傲慢 人家就干掉你 第七叫做福类 福类就是 人服饰之类 就是 他的皮或者是毛 或者吐出来 吐出来的丝 可以做成人类的服装 装饰用的 叫做福 这个福是指 人类的服饰 比如说 雕皮大衣 雕 或者是 蚕吐出来的丝 把它做成 人类的旗袍 棉被 等等 装饰品 人类所穿服的 这服就是人类的服装啊 哎 这个服不是服从的意思 是人类的服装 作为人类服装 服饰用的 第八叫做应类 这个应类啊 是见习 那么前面的服类是 专门因网人家的 那么第八呢 应习 是见习 就是 执着自己以为殊胜的 肯定自己 否定别人啊 那么说 亡良鬼之后报 前面的服类是 燕鬼的后报 这个应类是 亡良鬼的后报 什么叫应类呢 应于时节 来 去 迁徙 譬如说 春燕 秋红 燕啊 飞的时候变成人啊 是不是啊 排列啊 燕子啊 燕子啊 那个燕啊 春燕啊 大只的啊 秋红 红就是 三点水中间一个宫 右边一个鸟 红图大展 那个红 秋红 春天 燕就会迁徙 秋天 这个红鸟 它就会迁徙 就是随着四季而迁徙的鸟 很累 很辛苦了 叫做应类 这是亡良鬼的后报 第九呢 叫做丝雷 这个丝雷就是吉祥 这个鸟呢 比如说凤凰 给人家看 那就一种吉祥的鸟 或者是麒麟 这个是兽 只是意识鬼的后报 看了这只鸟以后 觉得这只鸟有个吉祥 第十就是寻类 寻类就是寻顺传达之类的意思 就传送鬼之后报 比如说鸟子 千里啊 传输 是不是啊 以前啊 没有什么电报啊 电话啊 什么手机啊 没有的 就是靠这个 非歌传颂 所以就寻类 就是寻顺传颂之类 就是寻类 比如说鸟子啊 钱啊 第三 这万法本空啊 所以夜感如是啊 这夜里一感得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夜是很可怕的 虽然是虚妄的 比如说感得人 那么我们可以听经文法 那你感得一条狗 听经文法听不懂啊 夜感变成一只蚂蚁 一只蚊子 一只老鼠 他讲听说话 他怎么听得懂呢 是虚妄的 没有错啊 所以是夜报 是很可怕的 不是虚妄的东西 源起如幻 就可以让你违背因果的 是很可怕的 将来果报啊 又很谨慎的 第二 制造自受啊 第七节 人去英国啊 人去之英 一 负债者 互相追债 就是 生的不孝子啊 讨债的 儿子啊 向父母亲讨债 或者生了 儿子以后呢 被父母亲打 这个 负债者 互相追偿 二 负命者 互相杀死 你杀我 我杀你啊 人类的战争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不可负债 也不可以负命 二 实类 人去 果报 一 叫做 晚类人 晚类就是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顽强 难化之人 很难斗化 可以说放弃了 虽然是 有教 无类 孔子讲的 但是 朽木不可雕也 奋兔之强 不可悟也 朽木不可雕啊 其实你用一切的爱心 慈悲心 他都不能感动 叫他来听进文法 还要给钱 叫他来听进文法 像要他的老命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晚类就是顽强 难化之类的 比如说 公元这一帮的 我称他叫公元帮的 你看这公元帮的 多有福报 这公元帮的 很有福报 你看清静文书讲堂 大家在这里 拜三千佛啊 或者是在这里 拜水路啊 拜梁皇啊 他不会进来 在武功还没结束呢 他先去排队 这就顽强 难化之类的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啊 有善根的 像在座诸位 这样坐下来 听进文法 可不简单啊 所以诸位 一定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就是一定再来人 再来人 就是再来轮回之人 所以说呀 你们不简单 能够受佛法的感化 教导 愿意在这里 听经文法 不得了 师父 敬佩 赞叹 推崇大家 第二叫做 异类 异类 就是 有恶根 有男根 也有女根 我们称为人妖 就是恶行 之根的异常 就是有男的生殖器 女的生殖器 发育不正常 这是由过去迎习 虽然脱胎成人 但是呢 不正常一个男人 有的男人要淹掉 变成女人 有的女人呢 要去做男人 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 你看新闻报导 就会觉得很奇怪 男人为什么不当 一定要变成女人呢 所以看新闻报导的 所以第一个是丸类人 第二个是异类人 第三个是庸类人 庸类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平庸的 从出生以后 就很平庸 吹牛啊 拍马屁啊 魅士求荣啊 是很平庸 第四就是很内人 就是很暴 没有慈心的人 就是称恨心很重的 像现在的流氓啊 黑道啊 杀人不扎檐啊 就是狠狠的 狠角色啊 很内人 就是过气啊 称恨心 很重的人 所以前面那个 玩类是贪心 义类是赢的习气 用类是狂的习气 一个言在一个狂 那么很类就是称恨的 那么威类呢 就很简单的 就卑下下贱之类的 叫做威类 就是冤啊 由怨习所感到的一个果报 虽然脱胎成人呢 做的是什么 有仆人啊 奴婢啊 反正就是没有高尚的工作了 找来找去 你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 高尚的工作 也没什么财难 财干 就是叫做威类 就是卑下 卑为下贱之类的 第六叫做柔类 这个柔类就是没什么骨气 柔弱无能 那变成这个一点骨气都没有 翻过来四十页 第七叫做劳类 这劳类就是劳苦之类的 以前就 淹枉别人啊 现在要劳苦了 一辈子啊 都做工 很辛苦的 第八叫做文类 文类就是文雅之类的 通文知书 但是不是天才 就是文类 文雅之类的 第九叫做明类 这个明类是属于四字 世间的字 这四字辩充 是小财 小明 不是大智大有那类的 叫做明类 那么达类呢 也不是大通达 是普通的达 叫做通达人情事故 不是博古通经 达道之士 不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达类 就是通达人情事故而已 第三 结以轮转 革命 旁边呢 要写几个字 你要警惕自己的 我要告诉你 不亦如来正法 终无解脱之日 要写这几个字 轮转 可敏 就是这样子 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除非你碰到佛法 叫做不亦如来正法 终无解脱之日 就永远没有办法解脱 轮转可敏 第八节 叫做宣气之因果 宣气之因 这宣气之因 不依正觉修三末地 他别修妄念 存想固形 这仙就是 用这个射身 在修行 希望保有这个射身 到永远 叫做仙 诸位 要注意听 天 仙 神鬼 不一样 把笔放下来 看这里 什么是天 天就是光明意 天是修实上 人死后 用化身 往生天堂 那个叫做天人 天人 知道吧 天人 仙可不是这样子的 仙是没有死的 是用这个射身 存想 保固 存在这个妄想 一直想保有这个射身 叫做长生不老 不老长生 这个叫做仙 这个就是人没有死的 就是想要保有这个 四大的假和的射身 一直到永远 这个叫做仙 什么叫做神 就是人死后 那么他有一点点福报 变鬼了 人死后变鬼 有福报的鬼 叫做神 有福报的鬼 叫做神 没有福报的鬼 就是所谓的鬼道 天先神鬼 要注意 天 还有天道 还有神 还有鬼道 通通必须经过人死后 去转世 才变成天人 或者是神 或者是鬼 仙道不是这样 仙道是人不死 用这个射身 一直想要保有他 就是情死亡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不老长生 他希望拥有这个射身 直到永远 这个就是仙 对不对 还有一种仙 就是身体不息的话 也会有很多的仙 很多的仙 这个人 福报很大 所以这个福报差别 像我的福报就不大 我这辈子 没有坐过什么 头等舱 商务舱 我这辈子都没有 坐飞机 我都是去坐那个 最便宜的 叫做economic class 所以每一次 十几年来 十几年前 飞机还可以抽烟的时候 我一定是坐在飞机的尾巴 如果飞机爆炸 你去飞机尾巴找 我一定找得到 我从来没坐过什么 叫做头等舱 还有什么商务舱 听说 听说 According to 听说 要double 要两倍的钱 比如说这里坐到美国 如果两万块 听说头等舱 要四万 我想说 头等舱也是到 头尾舱也是到 对不对 不会说飞机头到 飞机尾不会到 那就麻烦了 那为什么要多花这两万呢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坐过头等舱 也没有坐过商务舱 我有几天一定要比较稍 你就知道 我下一位有什么动作 没坐过 世界上最贵的舱 是什么舱 你知道吗 叫做太空舱 太空舱 真的 有一个 全世界一个富豪 一个女富豪 女富豪花了多少钱 花了六亿 六亿 六亿 你知道吗 他要去坐 这个太空舱的时候 要先受训 在无重力状态之下 要先受训 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 在这个外太空 没有重力的时候 全部都是福利 他要先受训 然后花了六亿 用这个太空舱 飞舰 送出去外太空 七天 下来 这样六亿 台币 太空舱是最贵的 六亿 头等舱 商务舱 很不错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经济舱 就最差的 所以我这个 我说我这辈子 一直 从小 我妈妈就叫我 勤俭 持家 习惯 所以这个钱 这样我花不下去 出国 每次都是带钱 都是别人跟我借 到日本 花不下去 也买不下去 真的 所以说 我今生今世 没什么福报 没什么福报 因为 看着那个 从小就 节省习惯了 这个账 这么贵啊 计算计算 这么贵 到日本去 看着 那个 老板就看 没样 哦 これ 高いでしょ 安い安い 高い 高い 大人 都跟他说 真贵 真贵 很贵 买不下去 最后 一定统一的动作 去买一只 冰淇淋 躲在厕所旁边 因为大家都认识 惠离法师 没有 很可怜的 我的福报 最多就是吃一只冰淇淋 其他没有 我也不会买什么名牌 通通没有 所有的钱都在做法宝 做功德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 我告诉你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这样发心 发大心 诸佛菩萨可能知道 讲一个不可思议的感应的事情 美国 有一个出学佛法的人 有一笔款项 不少也不多 他因为刚刚写佛 他想要布施 做功德 可是不知道布施哪一个道场 哪一个法师 后来他就 很聪明 就列出来 列出来 某某法师某某道场 某法师某某道场 一个一个 比较知名度了 后来想到 还有一个惠离法师呢 把他写 惠离法师写下来 我这 十几万 到底要 给谁 他开始做这种 执交杯 因为他不知道 要布施哪一个法师 就不知道到底要 这个前十几万 要怎么做功德 有开始 从第一个开始 没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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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惠离法师 这通通没有杯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杯 七杯 七 七的交杯 这条款项 汇过来 我真的有收到 所以 我说我们 发心的时候 诸佛菩萨知道 天地鬼神都知道 我们发的是正念 是真正的 为法 为众生 不可以拔七杯 对不对 就是很不可思议 对吧